您好,我是张天书,在读书、紫栏目为您朗读各种名著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谢谢您的支持,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。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,进出新加坡监狱,即近年来在中国的异端并赴体无常识。 本书是作者七年前出版的自传,进出中组部,简称前者,续篇,分上卷、下卷,及附录三部分。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,尾声,回美二十年,往返中美间。 尾声,回美二十年,往返中美间。 1997年12月初,回到北京与父母、弟妹、儿子三代亲人团聚,我感到格外亲切温馨。 1994年,江泽民批准我回国,三年来我平均半年回国一次,这次是六个半月。 亲人们同每次一样,没有我这种特殊感觉。 不愿打扰他们的平静生活,没有告知我的新加坡历险记。 父母年事已高且多病,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出先后辞世,他们致死不知此事,弟妹们也是近年才得知。 12月中旬,中办某负责人突然遇见我,他问,您在新加坡干了什么间谍活动? 新加坡为您是向中国提出严正抗议。 我减述这半年的经历。 1998年新年,这位负责人请犯, 告我,我方已回击新加坡,此事已了结。 江主席已知,问您今后打算,有何困难? 我答,准备在国内定居,帮弟弟打理他的美资外企。 新加坡工资高,我有较多积蓄,没有任何困难,感谢江主席关心。 请他放心。 回国后,继续每周一三五晚饭后,去北京西单华为公寓地下健身房与陈员们一起打乒乓球。 按以向新加坡朋友所解释的说辞,告成我回国定居的考虑,陈员至今仍不知我曾在新加坡被捕。 同样,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们,除了美国明镜出版社老板何平和我的书的责编高法林,均不知我离开新加坡的真正原因。 几年前,某朋友问我,据问你在新加坡被捕过? 我否认并反问,空穴之风何来? 朋友答,以为新加坡海归言之糟糟。 我理直气壮,我在新加坡小有名气,如果连他都知道我被捕,各国媒体岂能放过? 若果真如此,我离开新加坡后,海峡时报,还敢不断登载我的文章? 朋友无语,我用所谓的常识与逻辑遮掩过去。 多年之后的现在,你们终于得知真相。 真诚抱歉。 1998年上半年,在中国生活,太不适应国内腐败沉沦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态,决定再次出国生活。 我有权在法国,以及在欧盟长期拘留和工作。 夏天旅行欧洲三个月,以法国为中心考察尽试过,但都不满意。 秋天在访美国,首昔日朋友,著名汉学家黎安有邀请,我决定赴美。 我曾于1990-92年在夏威夷工作,虽多次到美国大陆开会,考察和旅游,但为在美国本土长期工作,不算在这个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皆属世界第一的强国真正生活过。 1999年,我开始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工作的两年,经常参加于英时领导的普林斯顿学社的学术活动,与中国六四后流亡质子的学者们保持密切的联系。 期间开车访问旅游十余州,对美东,尤其对纽约这个世界的首都有较深的了解。 同时申请了杰出人才类别的绿卡。 新世纪,到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一年,考察了解美国中部几个内陆州的状况。 随后在美西的旧金山生活两年,经常参加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文学术活动,详细考察了硅谷的许多高科技公司。 六十岁后,定居在气候宜人,华人众多,来去中国方便的美国第二大都市洛杉矶,过着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。 重返美国二十年,除多次开车在朋友去美国绿卡不用签证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外,没旅游任何国家。 但每年回中国三五个月,仿亲白游考察各地,可见我的中国情节。 彻底退休后,我在美国主要做两件事。 一、参加有关中国的公开会议,若在洛杉矶,则尽地主之意。 返幼五十周年研讨会,2007年洛杉矶。 熟人方立芝、林熙玲和中国的钱力群、戴晴、杜高、张立凡与会。 中国民主运动大会,2008年洛杉矶。 世界各地的民连、民阵和民连阵三个民运组织的骨干成员参加。 族群领袖严席营,2012年洛杉矶。 会后参加达赖喇嘛的座谈会。 抗议美国ABC电视辱花实微,2013年洛杉矶。 我参与组织中国病毒研讨会,2015年纽约。 我的集习发言被收录在《中国再入险境》一书。 此书还收录了我在中国研究院的另外两次发言。 一、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久历时期会面, 冯盛平撰文, 和平统一再旺,台湾再劫难逃, 征求我意见。 我逐句反驳逢文, 和平统一无望,台湾续写民主。 我的结论是,两岸现状, 一国两府,一国两制, 一国两区,一中两国。 近期展望,台独无望, 统一无期,维持现状,改善关系。 二、对翁韩松新著, 中共是怎样练成的? 毛泽东、周恩来44年全都市, 做了偏于负面的评论。 2016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, 我在以下三个研讨会的发言, 美国媒体都曾刊登。 清华文革反思会, 四月,北京,三议会址, 有百人压缩至30人, 在赫川饭店艰难举行。 杨继生和我等发言, 知青研讨会,六月,洛杉矶加大。 我代表南加州知青协会发言, 提出文革耽误国人十年, 对大部分知青白说则是, 获言几代,一生梦言。 文革50周年国际研讨会, 六月,洛杉矶。 六十位各国学者参会, 其中中国大陆十几位。 媒体评价, 这是文革研究的一次全球性, 水平最高的会议。 我忙于并威的许家屯的有关事宜, 只提交书面发言。 会后, 美国汇报, 从刊登的文革50年纪念专号, 刊登了19篇文革专论, 首篇是我的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。 2016这一年, 还参加了其他主题的研讨会。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前景研讨会纽约。 仍活跃的民运人士, 从世界各地几乎到期。 第一单元魏京生, 陈破空, 我胡平发言。 我以中国民主化展望为题, 简单回顾我27年来的一贯观点, 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民主的路线图, 最后说, 我个人性格是乐观主义, 但对中国时局是悲观主义, 我可能有生之年见不到民主中国了。 我无讲稿, 网上有我演讲视频。 习近平的下一部研讨会, 纽约, 美国有杂志以, 我对红二代不保希望为标题, 刊登我的极西发言。 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, 对习的下一步不感兴趣, 只关心习的下一个。 明镜电视播放了全程录像。 二, 帮助三位著名流亡者。 清华聚会上, 易同学说某人是万润男的根皮虫。 我说, 我还不如他, 我是所有不能归国流亡者的根皮虫。 我能回国了, 但恶汉便饱汉, 更知恶汉机。 我愿尽棉博之力, 帮助不能反国者。 在新加坡和纽约如此, 退休了到美西, 有了小钱和大钱, 则更是志愿者和义工。 万润男, 拒步向中共检讨, 一直未能回国。 我每次回北京都看望万的父母, 美中间互相漫地物品, 新世纪则多次去上海, 宴请千户的万老夫妻。 2004年, 万润男换新肌炎, 不能长途开车来回我。 我每年去旧金山附近看他数次, 都在路上买其各种中外生疏食品, 到达后请他去中餐馆, 饭后大量打包带回万家。 陈一兹, 患晚期胆道癌, 新世纪定居洛杉矶。 我每星期带些石令水果去看望他, 每年从中国回来, 送他茶叶和土特产, 经常带他看病和替他取药。 我还协助陈传写回忆录, 2013年, 陈一兹回忆录出版, 在致谢美章帮助者的最后, 他写道, 我还要感谢的是,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, 得到洪朝辉, 罗小鹏, 王小强, 严怀等有人对本书写作的指导与帮助。 2014年, 陈诗世, 我协助陈其料理后事。 许家屯, 住去洛杉矶市中心百余里。 我一两个月看望一次, 从淮阳餐馆打包他的家乡菜。 我每年回国买些碧罗春等土特产送他。 2011年, 许患白内障, 他的医保交叉, 手术需等很长时间。 我脱好有眼科医生, 及时维续手术。 2016年许世事, 我协助家属料理全部后事, 并首次浮观仪灵前往火化。 我的婚姻状况,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, 我的结发妻子常年在中国工作, 偶尔去新加坡谈亲。 前几年出版的自传, 进出中族部第五章第八节, 因婚变邓颖超预感我初中族部, 专门记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 我与妻子的纠葛。 自传第十三章写道, 太太不愿长居国外, 指偶尔来纽约, 俄亥俄和旧金山, 仍是煤炭部高宫。 新世纪初, 我们分手。 离婚后, 我与北大英语说是, 六零后的小刘在美结婚, 享受十余年幸福甜蜜的生活。 进出中族部将完稿时, 我决定出版后回中国定居, 推动祖国的民主自由。 小刘是美国公民, 法庭同声翻译, 三十多年前自愿出国留学, 现在是待遇优渥的美国公务员。 新美国出生的独生女亦在美发展, 小刘将来你在美养老。 我们只能两国分居, 而我出版中共讨厌的资传, 回国又将被折腾, 对小刘回国探使年老多病的寡母签证肯定不利。 2016年下, 我们完成协议离婚的法律手续。 我认为人际关系艺术亲程度有七种, 以字为敌人、仇人、路人、熟人、友人、恋人、亲人。 我与两任前妻至今仍介为好友, 在北京和洛杉矶都有善往来。 2017年秋, 在海外出版回忆我72年生涯的35万字自传, 进出中族部,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。 封联标明, 祖国44年, 从革命之子到反对镇宝, 海外28载, 从民运骨干到政治学人。 2018年1月, 回中国定居北京至今。 这六年的故事与尸骨, 我在中国的异端折腾, 与当局的善待恶待, 则是本书下卷的内容。 请您继续阅览。 感谢各位的关注, 敬请期待下一期。 今年在中国的异端及当局的管制。 ichtиров useful。 Holiday Mayor Castion UI V Golf 查看 下官 B